就开始之前闲聊一下好了 请问你们看call是不是很轻松 我看call看了好辛苦 感觉知子愚钝 我都看不太懂 像什么东西 什么地方看不懂 好吧 等一下讲好了 所以Andy都看了都懂就对了 没有我就是听过去而已 我没有细想 所以我对我不太晓得 没有你们那么认真 所以我不晓得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漏掉 没有我看你们分享都很轻松愉快 我每次看call都要看好久好久 好了我开始了不不不不说了 我这次就train of responsibility pattern 跟command pattern两个 我先拿另外一堂课的 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另外一堂课的举例比较简单 那我们这一堂课的讲师 我觉得他的例子都很不错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很难 call的难的情况下有些时候重点会跑掉 所以我多半会先看那个另外一个讲师的call 然后再回头来挑战这个讲师的的的代码 不好意思 那个 好 那我我我讲就是用另外一个讲师的看法 他说 low power 摸一下 ok 好开始了 那个 就是责任链 责任链 那他是一种软体设计中实现松散couple的行为模式 design pattern 就对了啦 那有一个物件对象会传递给后继者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call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哪一个东西是被传递的物件对象 那哪一些东西又是传递者 然后根据某一些逻辑处理或者就是可能传下去 或者或者在某个地方中指就对了 那所以会碰到的这个数就是会被几个后继者碰到也是有些时候也是run time 决定的啦 所以常常用到的方式是递毁 但是递毁的处理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不容易的 那就通过多个后续对象 然后传递这个物件对象的过程就称为Chain 电就对了啦 那在就每个就是处理的这个后继者呢 他也不知道就是被传递的东西呢 他也不知道谁会处理他 他是一个独立的物件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个讲师他有把它区分就是处理的界面啦 那在Python这边可能就会用就是用ABC 就抽象类去做一个界面出来 那具体的处理程式以及用户端 那他的介绍观念的代码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这边用run数就对了 那他的界面呢 就是一定要使做一个handle 这个message就对了 反正就是只是要强迫他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后继者或者就是后继的处理者 然后要去继承这个 就只是为了他一定要使做handle 嗯好 好我知道我大概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讲师的扣舞相对简单 原因是因为他很多的那个程式都用 static method做 那static method他其实累啊 class在就是对static method来讲 他就只是一个容器而已 我觉得啦 就是说这个类方 这个方法放在这个类里面 但是他不仰赖他的实力 也不仰不仰赖他的类 那只是一个就是他只是当做一个位置收收纳在那里而已 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啦那这是题外话 那这类呢 就是实做这个handle的时候呢 就去乱数决定 那第一个后继者呢 他是就是一跟二去决定 那如果一的话 他就让这个被传递的对象呢 他是一个数字啦 加一 然后呢 然后再往下传就对了 那如果是二的话 就让这个被传递的这个数字呢 减一 然后再让第二个传递者去处理 所以就是就是后继者一呢 是做这个处理 那后继者二的话 他是怎么处理 他有他现在有三个乱数 一二三 所以一的情况呢 他还是给一去传 这次他乘以二 如果是二的情况下他处以二 但是呢 他有三的情况下 所以三的情况下他就不处理了 这时候呢 那个链就中止了 就不再往下传 所以他的chain就是这样 那他的chain呢 就是他这边所谓的 就是一个类似用户端就对了 就是去启动第一个具体的处理程式 那chain他让谁去开始呢 就是把这个被传递的数字呢 他规定让后继者一去处理 那后面呢就会根据 就是乱数一二 或者乱数一二三 就去决定 好 那 那基本上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被团递的对象呢 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就payload是一个数字 然后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很简单 那他生活上的代码的话 生活上的代码我看一下 他这个例子我觉得他举的不错 就是举的还可以 就是说这有点像是那个投币机 就是自动贩卖机你投了 他有一个 他的也是一样 他的界面是规定呢 也是要有一个handle处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选下一个处理者 就这样 他要实作这两个 所以他处理十块钱的呢 等一下 他处理十块钱的呢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把他 把这个数量呢 就是处理十块钱硬币 可以得到几个十块钱硬币 然后找多少 剩下多少钱就对了 然后他也有二十块钱的硬币 那也有五十块钱的硬币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ATM应该是自动贩卖机这种 他其实有规定他先从五十块找起 然后就是先把五十块的挑出来 然后余数呢 再给其他的二十块的再挑一次 然后最后呢 他是假设最小单位是10啦 所以基本上 他就可以 就是他自动也是一种券 只是这个券呢 他是等于是有刻意安排的 比如说先把就是硬币大的 那个面能的挑出来 然后这样 这也是一种券 好 那这是这个 就是我们没有采用的那个刻的 那个讲师的code 相对简单 我说他简单的原因就 就是我说了他的类 他基本上 就是只跟布局有关系 就是说该放哪放哪 那讲师这边的例子就比较难一点 我觉得啦 然后他的那个lecture里面他有讲 他说他是用那个公司的就责系统去讲这个券的概念 他说呢一般的错误呢 可能是怪员工 可是有些错呢 可能是经理层级要负责任的 那有些有些时候可能是上层需要去负责任的之类的啦 然后所以他就会 他就可能会用到券 或者他有介绍那个图形界面的按钮 这按钮按下去呢是这个button本身做回应 还是说包裹着他的那个group 就有一种那个元件是会把那个按钮包着的 那个还是说他来做回应 还是说底层的四窗元件做回应 这也是一种券 然后他还有那种卡牌游戏 他的程式是用卡牌游戏的怪兽 攻击量跟防御值 然后他会受到一些后续的牌组的buff 卡牌游戏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 我自己是没玩啦 不过我大概知道一些概念 就是他里面有一些是怪物卡 那有一些是buff卡 就是他不是怪物 他就是会增益 或者是debuff 或降低的他是一种加成的卡就对了 那他的他的卡牌游戏的代表就是这样 就是说怪物卡里面呢 他有攻击跟防御数值以及他的名称 然后那他的怪物的修改器呢 里面呢 他会有一两个方法要始作 一个是往后加修改器 就是把后续的修改器就是给接上来 那一种是处理 一种是处理 好 那他这个方法呢 他其实有点算是有用到地规 可是他的设计其实很简单 他是用一个什么呢 他是用一个那个 这是他的机类 看一下 对这是他的机 就是base class 但是他的handle有没有 他的handle他会规定说 如果有后继者的话 请继续往后继者去处理 好 那所以他就这样可以一直往后继者 就是可以往他这个后面去加 然后因为他的handle 这加的时候往后面加 但是处理起来的话 他就是从第一个 然后往后续 就处理完第一个往后面再处理 再处理再处理 那他会根据那个相对应的值 他要被处理的对象是一个 我看一下 是一个怪兽的数值 怪兽有两个数值 一个攻击跟一个防御 那只是说这些争议卡的话 就是一张一张争议 他就一张一张叠加 就往后面去加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 他从root 他root是第一个怪兽争议卡 但是没做什么事 我看一下 在这边 root是怪兽的修改的卡片 但是他没做什么事 但是往后加的时候 他如果 他有讲他是no bonus 跟其他一些 比如说是double attack 还是double defense 反正他会根据 就是说条件去修改 他两个相 就是对应的值 都是用handle去处理 这是他chain的来源 因为他在积累的时候 他就规定说 如果有后续往后续加 但是要断开链条的话 也是要去修改他 因为他所有的修改器 都会加一个super.handle super.handle 就是他除了附写 附写这个handle以外 但是他又把他的功能加回来 就是往下一个修改器 去使作他的handle 但是如果像这个no bonus 你有没有 他handle他就只有做动作 他这边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印出一行字 但是他没有去做super.handle 这时候他就锻炼了 他就锻炼了 所以这时候后续就算他有接 其他的修改器 因为这边断链 所以后面的都不会被执行 所以像他给的例子就是这样 他如果一旦加了这个no bonus的话 后面就没办法执行 虽然他会加在那里 就是后续会加 就是他接续者都会加 但是链子在这边断掉 好 我觉得难是难在这个 他的第二个例子呢 因为他有用到event broker 就是一个事件代理 那这概念 对我来讲是蛮新的 就是他算应该是说 就是说城市的实作上新 那如果是用的话 很多语言应该都有这个 就是说去注册一个事件 给比如说给某一个 如果是如果是图形界面的话 可能比如说按个button 把这个把这个function注册给那个 那个就按比如说click那个去注册 大概都会跟就是事件代理有关系啊 但是呢他也用到那个command query的separation 那这个是命令跟查询的分离 但是呢他有讲 他说这个他是用到下一个design pattern 也是command 就是这个命令的design pattern 等一下会讲的 所以他也用到了 然后他还用到observer observer的话也是一个design pattern 那目前我们也还没学习到 所以他这个城市呢 就用了这三种 所以我看了很久 有一点感觉啦 我大概就是比较一下 比对一下 大概知道哪边用到这些观念 但是整个凑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花时间挑战这个难度好了 不然浪费各位时间来听的压压屋 我觉得欣赏可以啦 因为不然就是后续 就是等到我们这些 比如说observer也学了 然后还有这边的就是说一些概念 我觉得在酝酿酝酿 可能回头看他的call 应该会不错啦 那我讲了 我说了这次 他的call 是真的很有实用性啦 就是说我相信是很多 实作上就是可能会面临到那个运用上的话 我是觉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这个时间点在学习的话 就充满挑战 好啦就废话不多说 反正责任圈大概就是这样啦 只是说这里面我只介绍了一种是 是这种 就是说他用那个其中handle里面的那个 就是说在原这个parent class里面呢 他去做了一个后续处理的那个动作 所以让链可以持续 那我没讲的这个 其实他这个更厉害 他这个是一注册的时候呢 他就自动拥有那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程式很炫的地方 就是他还可以用with 就是说with如果各位还记得 就是一个那种 好像上下文管理的话 对context就对了 他可以用with 就是说一进到context里面呢 他的modifier就自动用上去了 像刚才第一个例子 我们还要去呼叫他的 就是说handle 才一层一层handle下去 那这个例子的话 基本上他是直接apply就对了 好了我说了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是没能力分享这个 我也不打算花时间挑战这个 所以我就往第二个design pattern看下去 这个命令模式 应该是说命令的设计模式 我说了第一个讲师 还是就是比较简单的 他运用场合 就是大概就这几个 就是除了刚才那个 有那个按钮功能表 还有红录制 这个Macall Macall这个excel 有没有以前我们excel 有些时候会录一些自动化的动作 然后再回放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多这个层级的 undo跟 redo 也算是一种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它其实是怎样 它把那个command 就是一个指令或者一个动作 有没有用一个物件来代表 就对了 它把它物件化 那物件化的好处是你当你在用这个物件的时候就等于你在执行这个命令或者或者这句话应该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个命令的时候就等于你用运用这个物件了那你用这个物件的同时你就可以做一些 log in 的动作就是说你可以记录一些 history 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那然后它有讲接收器 它其实它其实有画图的啦 不过我没有把它放上来 这接收器跟调用 比如说命令物件 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接收器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打开一个灯 那调用器的话 就是 invoke 可能 invoke就是调用器 应该就是那个开关 我们按下去 然后接收器的话就是灯 灯会不会亮 但是 command 的这个东西 command 的这个 pattern 的话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这个就是灯嘛 哪一盏灯然后的状态亮或者暗 就把它注册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注册到按钮去 当我们按钮就是说一个按钮嘛 它就会 它其实就被注册了 被注册什么呢 被注册是哪一盏灯的哪一个状态 好 比如说 现在有一盏灯的亮过或者暗被注册到一个按钮上 所以这就是一种 design pattern 好 所以 呃我们来看一下 call 吧 也是一样啊 它的界面就是要有一个执行的这个方法 然后有一个调用者 invoke 就是驱动的那个 在这边的话它是注册跟执行 注册跟执行 但是呢 invoke 这边呢其实跟 command 我们今天讲的command patter里面的command没有什么关系 它只是呃驱动command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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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就对了 好 receiver也跟command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呃就是 呃就是 这两个类啊或者他们所形成的呃是那个物件呢都不是command 那command 那command是什么呢 command是 我说了这边啊 command在这边 他要做到什么 呃执行 呃我看一下啊 好所以他这个他的界面的话只有一个叫execute的就对了 就是执行 但是呢command会把什么 会把receiver 他会接收一个receiver 跟做什么动作 就是谁做做什么动作 就是谁做状态 把它放在一个物件里就对了 所以他他的实力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接收接收什么接收一个谁做receiver就对了 谁做啊是做这个receiver里面的哪一个动作 所以呢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呃这个 他的命令物件的实力呢 他是以接收器作为初始化参数 也就是说哪一盏灯 假设我是举例开灯的例子 就是说哪一盏灯接收他来做实力 然后他的哪个状态 那那个动作一定要是那个灯可以 就是说做出来的动作 就是开或者关就对了 就是一定要是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代理就对了 就是说这个接收器的 就是说造成他到达某一种状态的这个指令呢 就是就是代理给他就对了 所以这是一个command 所以呢你 然后这是又是个物件 这是一个物件 好 那他的例子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 command 他invoker就是这个呢 他其实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command有没有 这个command本身就已经 他这个物件就已经代表谁 然后做去到哪一个状态了 但是他又把它注册用数字注册到这个invoker里面 所以呢他如果要去 他他这边的invoker是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容器啦 就是装装满了这些command的这个容器 所以呢就是他可以执行一的字典 字典 所以他其实用字典的方法 一就代表做这个动作 二就代表做这个动作 就对了 然后他就可以呢 一直用就是去执行这个command的这个物件的时候呢 执行他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做这件事情了 那这例子当然没有特别看到什么好处啦 他在应用的例子里面呢 我看一下例子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开关的例子 也是一个需要实作执行的方法 只是他也是switch off跟switch out 也就是两种状态 然后只是呢这次他可以把就是 帮物件呢装更多的就是附加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invoker呢 除了有没有 除了把他的command呢都用一个字典装着 然后他可以去用就是说用key查找的方式呢去选择要执行哪个 的同时呢可以把这个过程呢都存在history里面 他用列表装着就对了 所以呢他就可以这时候他就多了一个可以一些方法可以把他 曾经怎么样去就是操控这些command的那个过程呢 可以秀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 注册跟执行这个跟刚刚上面那个都一样 然后他也可以就是回放最后两个之类的啦 对啊 基本上就是把命令有没有用什么 用物件的方式包裹着 然后放在一个字典里面 让invoker可以去查找可以去执行 然后同时间点呢又可以增加一些 就是说history 我觉得这个运用还蛮好的还可以 这个观念啊就是这个城市跟第一个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说他更生活化了一点 那回到我们这个讲师的内容啊 还是还是真的就是相对难 他是用就是用银行的账户 银行的账户里面呢有存款跟提款 这个例子就对了 但是一样他把它包裹成一个命令的时候呢 他的command他其实是要有一个 比方说这个invoker就是调用就对了 以及就是undo就是回到前一个状态 他这个写法跟前一个讲师的比较不一样 这个比较像是就是说自己物件的invoker方法跟回复方法 可是刚刚才那个呢是外部有一个invoker 就是有人去就是对这些物件做操作 这个呢比较像是就是说这个物件有有这个方法跟就是有这两种方法 那他也是一样他把它包裹在什么 那他也是一样他把它包裹在什么 那他也是一样他把他包裹在什么 比方说他现在介绍一个bank account的这种command 这个design patent是怎么样实作的啊 就是说他先把这个command就是有这两种方法的呢 就是把它当做积累继承 但是呢你看他你看他包裹什么他包裹一个个数 然后存款或提款他就就两种了 但是呢他一定要包裹着account account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就是受器 就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灯要亮或暗 你一定要讲讲明哪一个灯 所以这个是有点说行为的那个对象就对了 那他会通就是你的command 会的这个物件呢会直接包含这个行为的对象 哪一个账号 那那他又把存题呢存款跟提款呢用inon这个类去等于 你做一个算是修饰吧 好然后调用的话 如果是他的调用就是说如果是存款要做什么事 如果是提款要做什么事 然后undu就是回到前一个状态 他当然是他这边有讲啊 这不是常规的做法银行也不是这样干的 只是我们写程式那模拟用的 他只是得前面的就是说得顺序就是相反一下 就是也也不是说相反的 但因为要回复吧 所以所以就等于前面的动作的逆行为就对了 好就undu了 对就是同一个金额有没有 这边存的这边要提 这边或者这边提的这边要存 大概就是这样 但他有一些陷茧 就是说因为他有那个讲师有举例啊 就是说如果你没存 没提成功 这时候你undu又存下去 那就事情就大条了 对不对 那个账户金额就会增加 所以呢他就要加一些一些状态 在这个物件里面了 比方说是不是这个动作有成功与否 之类的啦 那这例子相对简单 我看一看就是一样 重点在于他的物件就是一个什么 就包裹着什么 就是哪一个账号 算是接受者就对了 是谁 就是 反正就是对象就对了啦 然后再来就是金额以及存提 这两件事情 然后他又更难的一点就是 更难的一点就是说 刚才只是不能 就是说提的 如果提不出来这时候呢 就不会undu存就对了 他就 undu就不能够实现 因为 就没提出来 就存进去就会有问题 那后续他这个会有一个 就是说 他在讲这个 他说 他有 就是比较复杂的 合成的这个指令 就是合成的指令 是一次呢 让两 就是一次呢 就可以接收两个指令 那 他是用一个list 来 他的parent 是一个list 就对了 他这边 看一下 他其实是用一个list去操作的 而且他是比较难 因为他是等于双重继承 他既继承command 又既继承list 双重继承 但是他本身 是一个list 那他command 继承过来只是为了 规定他始作 哪些东西而已啊 这没什么 就是invoke 跟undu 要始作出来 就对了 那他本身是一个list 然后基本上这个合成的这个就是命令command 就是这个 这物件呢 就是他所有list里面有没有 他都把它append 然后再去怎样再去invoke就对了 就是他先把这些命令呢 就用 就等于他这个命令就是一个物件嘛 他把物件一个一个装载进去 都装载在他的list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去invoke 或者是一个一个去undu 但是我说的细节部分就是 他有些invoke会没有成功 这时候呢 这就是细节了 所以他这个就是说 复合式的账户操控 有些时候呢 他把它改成什么 就是他把它当做基类 然后被这个计成 就可以做一个什么 转账的 比如说账号A转给B 所以他 他其实是一个list 他的基类是一个list 但是他把界面改了 他计成这个list 但是他把界面改了 他接收两个账户 以及一个金额 然后呢 再把这些 就是说账号跟金额 然后就是等于 用刚才那个command的方式 摆进去这个list里面 然后其他动作跟这边都一样 那有很多细节啊 其实就是欣赏就好 然后invoke跟那个undo 就是一样 就是 那他这边有一些 怎样测试的 这个我没怎么看啊 这个可以欣赏一下 好结论就是他把操作的细节封装到 不算是分钟啊 他等于 就变成一个物件就对了 所以你在 运作这个物件的时候呢 你 你其实 就是 你怎么样运作这个物件呢 来定义这个指令 所以你执行这个指令 就是运作这个物件 这运作这个物件 就等于 他的操作细节就被执行出来了 然后optional就是 你也可以定义undo就对了 你optional就是 你也可以创建 比较复合指令的命令 那 就具体的例子就是 就是 录制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 那个很难 那也不是 也不适合当这个 例子去 去放在这里去 那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 看了太多扣 所以 头脑有点 有点打结 所以 胡言乱语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可以讲话啦 感谢 我觉得蛮清楚的 哈哈哈 讲得比我还清楚了 哈哈哈 风有胸真的太客气了 没有啊 我是看到头 头昏眼花了 这是真的 哈哈哈 然后我觉得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当中 嗯 我自己是没看懂啦 就是 或者是 我说了刚刚那个 一点有三个pattern的人 嗯 我就没 我就没有 没有那个 兴趣 也没有那个勇气挑战啦 我就觉得等到我们 至少等到我 看熟了 再说 因为这次我也没花太 太多时间 太多时间 主要是 我觉得那个量有点多 有点负荷不来 可是 可是我觉得你 其实不管那个pattern 什么意思 应该也还好啊 那 基本上它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 直接去改原有的数值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它不要去动原来那个object 那个怪物的 怪物的上面的数值 它是用另外一套系统去 把那个buffer算出来 就只是这个样子 应该也 对 有那种感觉 对 它是 我觉得第二个回头 其实 就是还可以看 其实我蛮有兴趣 去了解的 我觉得 我说啦 其实刚开始我 我对这个讲师的code 不是那么欣赏 不过我后来发现 也许哪一天我们 有运用上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从这些code 可以学到比较多 但是在观念的介绍上 我觉得第一个讲师 我觉得第一个讲师 你看他其实我 就我讲了他都装在 都装 都装在类里面 都是用那个static 装 其实 那样实作起来 感觉相对很多 但是 他没有用到 那个 类的 就是说特色 或者是像这个类的特色 有些时候 比方说他在实力 什么的 其实像第一组的那个 第一组讲师的code 从来不用去考虑 这个是实力 还是 还是 是哪个实力 他根本 他就static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 反正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观念上我通常是用第一个讲师 去approach 然后再回头来看第二个讲师 讲的怎么样 不过我说了 其实我觉得 这次我也有 我也有 我也有那种 就是欣赏的角度去看 这个老师分享的code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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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做法 而改成用class 然后用责任链这样子 会比linked list好用 linked list他有没有顺序的问题啊 虽然责任链 比方说 像那个 第一个例子也是这样一路串下来 他就去linked list 不是吗 是啊 其实是啊 但他有一些方法是他可以可能 他可以 遇到什么状态 或者是这个物件是什么状态 他会决定他的behavior 嗯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就是说 那有没有那种随机性还是怎么样的 linked list的会不会 就是 要怎么讲 我也不太晓得 那 不然就当做就是多一种手段 对 我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多一个手段 但是 嗯 对啊 像像我们这种传统的 对OOP不熟的人来看 这个有东西这样做也会比较好吗 这好像不见得说一定就比原来的 非OOP的做法有好很多 还是怎样 其实应该讲我的感觉是说 其实Design Pattern的东西 事实上 你每一个他把它拆解起来 他只是说跟你讲说 哦 某些东西可以这样用 但是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你会遇到 然后遇到怎样的东西 他可以怎么去拆解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所以我来讲 我说其实上次不是有 上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是有讨论说 哎 后面要学什么 我觉得后面其实要学就是 类似讲 应该是说 你怎样的程式嘛 是 不是那么好 那你应该要用 这里面的什么东西的手段 去 去把它 做处理过 让它会变成 也许是好扩充 也许是 他 整个 可能更分层 我问一下 Event Broker 那个 我 我也是这一次第一次遇到 我说 用 有用过 但是程式自己没写过 Event Broker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 怎么讲 是 是 是一个 Call 是不是 他是一个Dunder Call 然后 对 Dunder Call 没错 他是一个Dunder Call 但是他是一个 算是List的吧 他 不断 往里面 不断往里面加东西 然后 他在可能在Execute 他在 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是他会 就骗力他所有 被加到里面的那些 他被加进去 可能就当 就等于被注册 就他一次性的 可能就 就把那些东西 抓过来逐次 就是 都 都 都乱过一遍了 这种Event List 但是应该讲 我们很习惯把 持职性的东西 会当成物件 但是其实就 Program本身的话 这所有东西都能当物件 不然是一个Mess 或是一个Event 都可以是一个物件 那既然他可以当物件 那他就可以被集合化 所以就像前面讲 你讲的比较像是 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 你讲的比较像是 这次的那个Command Command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是说 为你刚刚讲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那个 就说 Event Event 那个叫什么 Broker Event Broker Event Broker 这个方法 蛮炫的 我是 算是第一次碰到吧 我还TreadGPT查了一下 还稍微学了一下 就是 我觉得是新的东西 我自己没有什么处理 这个东西 Python上比较少见 但是你如果像西夏的话 其实就是伟派 很多的那种伟派 伟派的东西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伟派 对啊 有点类似 这个其实蛮早以前就有 我很早以前就看过 只是我也是没有搞懂那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我都看翻 有些看到有些call就说 你要用Event 要用什么Broker 反正我就去找范迪造钞而已 我其实一直没搞清楚要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应该是了然于心 我是 我是没这个经验 所以 这个我也不懂 这个也就是看 你说后面老师后面会教到吗 我那时候再看看什么东西 对对对 观察者 观察 就是那个Observer Observer 我也稍微查一下Observer 对 其实 其实是蛮多都有的 因为就是说 你查一些API 他们都会用到这些字的 是 emoke observer broker 他们都 他们API名字里面都很有这个字 但是我不晓得 这是什么意义 反正就是API call就对了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这次 如果他附的这些call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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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我觉得 原来 嗯 使作这些API的 就是说 范例长得像这样 哈哈哈 我觉得这样很不错 对啊 挺好的 好 大概就是这样吧 还有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差不多啊 哈哈哈 差不多 嗯 好了 那就周末愉快了 嗯周末愉快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